雷 你找誰啊 那個 我是張愛國的親屬 我想問一下 張愛國的近況ısmy 不對啊 張醫生不是本地人 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 你到底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侄子 情况是这样的 张医生自从退休以后 就从职工宿舍搬出去了 我们也很久没他的消息了 这样 你给我留个电话 到时候我一有张医生的消息呢 我就及时通知你好不好 张医生你来了 我想要一下张爱国医生的联系方式 今天这怎么了 大家都在找张医生 还有人找过他吗 刚才他侄子来找过他 就是刚刚出去那位 谢谢 死不是你啊 不是我是谁啊 你在这干吗呢 我不是给你送吃的吗 你看那儿还有 没想到被你打了一群 不会毁容了吧 好 你们先起来坐会儿吧 走 扶我扶我 慢点 图哥 不愧是你厉害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早就被发现了 走 我也不知道你还喝什么汤 所以呢 我每一个汤都买了 你尝尝 我没胃口 没胃口啊 没事没事 那你要没胃口我就喝了啊 早知别浪费嘛 这么大四碗汤你能喝得完吗 能喝得完啊 这天气这么热都出汗了 正好补充水分 我也一起喝吧 这样你就好受了 一起喝一起喝 来 干嘛 我胳膊不舒服 我伸展一下 伸展一下 好 我这个书上说 头部倒立能够对抗地心引力 可以减少周围嘛 好 吴俊兰 我有话要跟你说 吴俊兰 你想用这三幅话告诉我 我会老去 而你却青春有助 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是吗 你想说什么 但你知道吗 这三幅话在我眼里 我看到了什么 在我年轻的时候 充满朝气 你在我身边 当我中年的时候 容貌衰老 你在我身边 当我迈入老年 白发苍苍 不去来 你依然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有四个字 恰好可以形容这三幅话 那就是 不离不弃 松露 是不是不关我说什么 你都可以厚着脸皮 歪曲成你想要的意思 这怎么能算是歪曲呢 明明就是我 绘制蓝星冰雪聪明 看穿了你的口是心非 把你说出实话罢了 你看啊 在你想象未来的老年中 我即使变得又老又蠢 行动迟缓 你依然照顾我 在我身边 时间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而是我们最好的见证 吴吉兰 你心里明明很在乎我的 你干嘛要否认啊 小龙 有一天当你渐渐老了去 而我还是原来的样子 你能接受得了吗 等到我老的那天 而你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 我钢线还来不及呢 这证明我沈楼魅力大呀 等我满脸皱纹了 还有个帅哥惦记着我 到时候我一定领你上街 让大家羡慕羡慕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啊 你先好了 你先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徜徉这一颗遥远的星光 相遇是这 好 的光芒 比一颗更明亮 畅扬下一颗明亮的目光 相爱 哪怕是梦一场 我们相拥着不足理想 FoF 我便不知道 きれい 他 Nick 帅伍 地帅 shaped 敌人 要我猜 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蟲子 你一個大男人 把話說明白有這麼難嗎 明白了嗎 明白了嗎 老天爷真哑了 我舍楼诞生了二十五年 终于男朋友了 从今天开始 估计兰就是我的人了 你看你以后还得跟我拽 估计兰 你等着 我一定会把你调整成二十四孝的男朋友 我让你往东 你就不敢往西 不然你站着你就不敢坐着 这情景光下来就觉得很舒畅 完了完了 她该不会听见了吗 不会的 能那么巧啊 饿了吗 怎么办呢 没有小楼的允许 我只能为你这么多了 好 这脸的 这个医院方面没有任何消息 张爱国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继续找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 这个张爱国这么重要吗 找到张爱国 也许就能确定丁珠的下落 明白了 在干什么 这个威眉收了 以后呢 你只准看着我 不准看画像 好 慢慢长夜 无心睡眠 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呢 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呢 你先闭上眼睛 我再告诉你 你刚才是想非离我 不行吗 要不你非离我呀 第二种方法 就是取得真爱之吻 灵珠是灵性之物 它能感知接吻者的心态 如果沈罗的确爱上了您 接吻时 灵珠就会主动 回到您的身体 就这样 一点一点慢慢来吧 都一千多岁的人了 别一步步来了 直接上重点吧 换一个地方吧 听你的 这里好像不太适合吧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 我带你上来是聊天的 对于我以前的事情 你不想知道些什么 想啊 那个 你以前 有交过女朋友吗 有 有 有几个 算了算了你别说了 我不想知道 真的不想知道 反正你那些女朋友 都已经与时长辞了 我不想跟你计较 你身上这块玉是谁送给你的呀 是你很深爱的女人 这块玉佩以前的主人 叫白遗憾 她是我爱的女人 她为了我付出了一切 而我 却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生死有命嘛 你也别太难过了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现在 你不是还有我吗 不说不开心的事情了 对了 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是 那 你去过哪里呢 我曾经在纽约住过一段时间 真的呀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快说给我听听 那是 1865年 南北战争刚刚结束 奴隶制度还没有被废除 我第一次去到这么远的地方 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Crazy 在那里了 塑本 仅如所在哪里 来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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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给 好 谢谢 你去来 快去换钱 您稍等一下 他马上就回来了 你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 好 好 谢谢啊 这是你的吗 先生 这是你的吗 这是你的吗 谢谢 等等 吴俊兰 我终于找到你了 吴俊兰 你换个零钱换到哪里去了 客人都走了 你不认识啊 你不认识啊 不认识 你不认识我 可我认识你 你叫吴俊兰对不对 你是谁啊 我是纽约博物杂志的记者 我叫米薛 杂志记者 你怎么会认识吴俊兰啊 前阵子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 愉快艳的视频 在那之前 我只在书上读到过这种 古法愉快艳 没想到居然还有传承 所以 我联系了视频作者 又费了一番功夫 终于找到了这里 这次我来 就是为了采访吴俊兰的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 我没有兴趣接受采访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身份暴露了呢 幸好只需进一场 是 吴俊兰 你干什么呀 今天不做生意了 我们早点回去 好好地干嘛不做生意了 现在可是旅游忘记 不是现在多转一点 下半年我们吃什么 你还真是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你看我干什么 你到底说话呀 为什么今天要提早收摊 我不想被人打扰 只想跟你单独在一起 真讨厌 整天只知道谈恋爱 头哥 真不出你所料 这张爱国医生 果然在银行账户里 取走一笔钱 知道了 知道了 什么单独在一起 明明就是一起洗衣服嘛 这无巨烂 我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 摆在你面前 你怎么就不知道开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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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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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没有呢 我始终是那么计可的人吗 我始终是那么计可的人吗 我是在做 瘦点操 真的 不信我做给你看 哎 她拿着 但又来 干吗 我看看 你在理数里没有 啊 sailman 你好像是焦端 对时我得凑近一点才能看清楚 我去看门 小罗 真早 你不是刚才那位记者吗 是我 怎么 你们认识 既然认识那就好办了 镜长 什么事情 最近正好是旅游旺季 这不是岛上的客栈全都住满了 我就琢磨着 是不是让这个纽约来的大记者 在你家住成两天 这不太方便吧 小罗 这个米歇尔小姐 可是咱们海岛的贵客 你就当帮打出一个忙吧 贵客 我这次来呢 不光是为了采访吴俊兰 同时也会对海岛的旅游资源做个深度报道 那可不嘛 到时候这个文章啊 在这个国外这么一发表 来到我们海岛上的游客 肯定是翻成几番啊 小罗 你可得代表咱们大伙儿 好好接待这个米歇尔小姐啊 米歇尔小姐 怎么回事啊 要不要接啊 小罗的 怎么突然就晕了 别走 别走 不要离开我 吴俊兰 不要离开我 吴俊兰 别走 不要离开我好吗 吴俊兰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人家吃你豆腐你就让他吃啊 你怎么不知道拒绝 去哪儿 画卖 你自己说 我不是 你们都拒绝了 你们都拒绝了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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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面 不好意思 请问张先生住在这里吗 你是 我是他一个朋友 我给张医生当护工好些年了 为了方便照顾呢 后来我就直接把他 接到我家里来住 刚来的时候 张医生就把他的工资卡 交给我保管 说是以后的一切日常开销 要我直接从卡里面取 张医生就在那儿 你们聊 我不打扰了 辛苦了 没事 这儿应该的 你们聊啊 小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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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